我當然希望見過的是 年輕人不要離開屏東 不過一定要去外地看也看 哪怕到其他縣市 哪怕到其他國家 不要怕跌跌撞撞 也不要怕受傷 因為我設身處地 我是那個年輕人 我也曾經年輕的時候 退伍回來 家裡面從農田變成餘溫 那個過程需要創業 我覺得屏東縣政府做的最不一樣的地方 是它有一個屏東青年學院 從你一開始創業 所要具備的基本的包含 比方說會計知識 你的行銷 還有你怎麼做品牌 甚至是你怎麼做你的包裝設計 這些全部都有 在職人地那邊 有非常多不同學校專精的職人 對比方說有做模型的 有做包裝的 甚至現在還有食物攝影的 還有專精於咖啡的 那其實這些全部都是 我們可以互相合作的對象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做出一個更好的包裝 台灣的農業其實人口一直老齡化 那我們台灣其實我們在學校讀書都知道 台灣的農業技術在世界上其實是算頂尖的 那也不想要就讓這個農業就這樣 就讓它沒落這樣 才想說來創業看看這樣 農業大學它要分三個班 入門班 基礎班 跟專修班 像我們現在就會有氣管的那個 規劃的概念 我們就會去規劃說 我一個月要種多少 我一個月要採收多少 我可以接多少同路 這些都是在這些相關課程學到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同償也好 或是不同領域的人也要 互相鼓勵互相鞭策 還有一個學習的環境場域 那我想這些是必要的 我覺得 幸福給我的幫助還是落在青年學院 在這個大店長裡面認識到很多同業 甚至是非同業的經營者 在課中甚至是課後 彼此的交流 以及課堂的老師 我們也替課程設了願景 使命跟目標 可能已經有一百多位學員接觸過大店長 每個人感受到成效會不一樣 我個人是覺得 我被影響蠻深的 屏東好貼心 跟青年移居的這個政策 我覺得對我們年輕人是有非常的 一個幫助 包含未來我如果有一些資金的周轉 其實我是可以透過青創課程 上完培訓之後 去取得一個比較低利的優惠 那我也覺得這是最實質的補助 我們在營造這樣的環境 當中 年輕人越來越多 年輕人越來越多 代表這個城市的生命力 越來越強 那代表這個創意也越來越多 我們再從很多看到他們的成長 那我們當然是很高興 這是一種成長 也是我們大概屏東 未來生命力的來源 我們非常幸福 我們要求福沒有 在可憐 sales 我們要求福祉